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民調我們都會參考 不過雙方的差距是有的 但是我們在最後的三十幾天 還是會盡全力 來爭取最多選民的支持 我也希望在這個階段 我們的選民可以辨識 哪一個候選人才是真正在做事 做實事 哪一個候選人才是真正為這個國家 在做政策的規劃跟保護這個國家 如果我既沒有錯 三立電視台也主辦過辯論 也不是說只有公私 但是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 我也希望韓市長也是一樣的立場 也就是說對任何的辯論 我們都採取一個認真嚴肅的態度來面對 我過去參與幾次的總統大選 每一次辯論我都很認真地 很嚴肅地面對 也做了充足的準備 這件事情不應該拿來做政治操作 但是我們也希望想主辦的媒體 可以相互的討論 整合 我們會尊重他們整合的結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今天給你們的演員 是非常幻想的 上來要生意 是非要四十多年 所以你們需要什麼 這個意義當然是很大的 我剛才在演講裡面也講到 今天是國際人權 這也是美麗島實施週年紀念日 美麗島事件對臺灣來講 是民主進程的一個很重要的凌晨碑 也是一個準備點 我們現在臺灣的民主是正在鞏固當中 但是世界上還有很多的國家 或者是地區 他們的人民也希望有民主 或者是他們能夠有更多的自由 這就是臺灣民主基金會的成立的目的 也就是說 我們願意在民主的發展 跟人權的保護的議題上面做出貢獻 也提醒 藉此提醒臺灣人民 這個民主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是要爭取的 而且還要用更大的力氣 來保護我們現在的民主制 總共長期大廈 今天聯合報有一個民調 他說自從我的受訪者認為 民進黨白網是比較嚴重 然後一進龍大的受訪者認為 民進黨的黑對手是比較嚴重的 甚至說您現在不是三軍統帥 而是四軍 聯合報的民調啊 我想在這段期間抹黑造假 甚至人身攻擊 都來自於對手正義 我們政府其實是每天都花很多的力氣在澄清 很多的假新聞假訊息 這些假新聞假訊息 都來自於特定的來源 或者是特定的陣營 所以對一個現在的執政者 或者是一個治理一個國家的人來講 最大的挑戰其實就是假訊息 那也是這些抹黑的工作 那如果這分民調是可以相信的話 那我倒是覺得這個 對政府的作假跟抹黑 在這個時候還是還蠻有效 總統我另外想要再請教一下 韓努瑜今天他本年是沒有公開行程的 可是他一早就在委書上發文 您說就是民進黨很好選舉行程 大概佔了四成的時間 我不知道他的四成是怎麼計算的 但是總統的工作是24小時的 即便是在我選舉行程 比如說禮拜六禮拜前 我都是還要掌握情勢的發展 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情勢的發展 有時候我必須下指令 有時候我必須做決策 做一個首長的人 他是24小時的工作 所以他那個四成是怎麼算的 我不知道 但是不要忘了 他也是一個民選的首長 當市長的時候請長假 可是他請假以後 現在做候選人又常常請假 那我們也不禁的懷疑 就是說他對於他自己的角色 跟責任的認知是不是足夠 請問香港有學生會的會長認為說明 民進黨用香港人的結換選票 為民進黨支持民主 我們對香港人走上街頭 爭取民主這件事情 至始至終都是保持著一個支持的態度 我們希望臺灣現在享有的民主自由 香港有一天也可以有這個民主自由 但是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 也讓臺灣人民憂所緊張 也讓臺灣人民覺得說 現在有的自由民主值得我們更珍惜 還有更大的力量在保護 所以他們會在看或者是聽所有的政治人物講話的時候 他們會特別注意這些政治人物或者甚至於候選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跟決心 所以我不覺得是我們利用香港人來進行選舉 而是一個在香港的事情發生之後 臺灣人民的一種自我警惕的過程 謝謝 總統可以再請教一下 參與跟蘇院長辦公室的主任張嘉玲 是不是也很熟悉 因為現在這個卡成雅慧如的事件 他們被說是婚姻的 你講的是考慮 我覺得卡成的這個事件已經過度了 也不要再無限上綱了 蘇嘉全院長辦公室的主任 我是認得的 但是他在立法院工作 他有他立法院工作的這個責任 跟他的職責所在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剛剛蔡總統提到 這香港的話題 他不認為臺灣在選舉上利用香港議題 而是臺灣在過程當中有一些自我的警惕 另外他也提到了香港和這個卡成事件 卡成事件他則是認為不要再無限上綱了